Hello 大家好 我是資產攝影師李宇 消失了人口回來了 因為上個視頻我不是說嗎 我有點事情要回國 所以我現在已經在國內了 因為回國現在很麻煩嘛 疫情要隔離等等 然後我又這個屋 我又很久沒能住嘛 又收拾了很久 收拾了幾天 然後今天終於收的差不多了 給大家做一期視頻 因為現在呢 今年很多器材商家 都推出了很多好的相機 或者電影機、攝影機等等 不管叫什麼 反正都器材商打架 那麼作為我這種職業攝影師 肯定要更換設備 所以我現在把我全部的設備 都換了一個遍 除了正在拍的松下S1H 因為這台攝影機吧 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沒有換其他的 我全部都換了 相機、鏡頭、三角架 或者還有很多輔助配件 全部都換了 當然這個一是因為今年 其實還更新很多 二呢 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我從今年開始做頻道嘛 視頻拍的比較多了 所以我需要把我的設備優化一下 好 今天這個視頻呢 我們來談一下 聊一下三角架 因為我三角架也全部換完了 三角架我有點多啊 這個來圖 這個是廠商寄給我的 我用了兩個多月 好這個結信 配這個日爽 結信配日爽 我用了大概這套組合用了兩年吧 好然後 馬小路 這也是廠商寄給我的 反正 我還沒怎麼用 剛寄給我不久 這個 這個是桌面三角架 這個 我一直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而且我買了它這個廠家很多的配件 我會打到這個下面 我知道的朋友可以彈幕啊 嗶哩嗶哩的或者在下面給我留言 我一直不清楚它的中文叫什麼 那兩個字非常複雜 可能我文化太低了 OK 好先放在這 好 還有就是這個 這一套也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是我剛買的 還沒有用過啊 這個印記 國產的 配這個曼福圖的氮氣雲苔二代 好 到這個就是重點了 這個也是我自己掏錢買的 日爽 一套 待會我會跟大家 一個這些三角架 我看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三角架 還有 正在拍的我這個曼福圖 我加攝影機這個三角架 七個三角架 這些三角架都是我自己的 並不是我找人借的 我都有使用的經歷啊或者什麼的 待會我一個一個跟大家說 還有一些關於三角架使用啊 或者購買的一些建議吧 給大家 我先全部拿下去啊 好 首先我們說這個三角架 三五三三 配的雲苔是日爽的五五球台 是最大的球台了 基本上 這套組合我非常喜歡 而且基本上是可以說 就是我們現在拍照 因為這是拍照三角架 拍照來說是基本上達到了終點了 沒有更好的了 基本上這套組合我覺得是非常 就怎麼說 划算 可能不叫划算也不便宜 反正就是最好的一個配合吧 因為結線的雲苔 我不推薦大家買 因為結線的雲苔 確實相對於它的價格 或者說它質量啊設計 我覺得完全不成正比 所以結線的腳架非常好 我肯定沒問題 因為這個說實話 這像這種七八十年的 或者說我不清楚具體多久啊 這種反正至少五十年吧 結線這種牌子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檢驗 你根本就不需要懷疑 它有什麼質量啊 設計的缺陷啊等等這些 我覺得你根本就不需要考慮這些 因為時間是最好的 檢驗一個產品的一個東西 日爽呢 相信如果你是戶外的愛好者 無論你拍照或者拍視頻 或者說你在美國玩槍 是吧 我看很多美國 我有些美國朋友玩槍 就是那種大的那種狙擊啊 或者說機關槍等等啊 有些他們也是買日爽 或者結線的曬咬架 來架那些狙擊槍啊等等那種 我們說回攝影啊 反正只要你是戶外的 我相信你都知道日爽 因為日爽就是戶外的終點 這個是沒有什麼可以爭辯的 這個就是 就是終點啊 沒有之一 就這樣說 這套組合我為什麼賣掉了 因為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現在拍視頻比較多 跟大家做頻道啊這些 而且這個三號配五五的雲台 穩定性那確實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就是穩的意 那個字有點爆說出口 你懂的 反正就是穩 沒有 你從穩定性來說 或者質量來說 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但是呢就是重量我覺得有點重 因為我現在拍視頻和照片都拍嘛 我必須要攜帶兩樣三樣架以上 所以呢我就需要一套輕便的組合相對 所以這套很可惜 呃我也沒用多久 其實也就只用了兩年 因為我之前用結信的我用了 這是第三根結信 我第一根結信用了五年多還是六年 忘了是結信的二號 後來賣掉了 然後後來又買了一根5533 結信的最大的管徑呢5533 用了大概大半年吧也賣掉了 還是因為太大了 當時我看因為5533和三號的差距 其實也就是一公斤 兩斤我想兩斤可能也可以接受 但是實際上拿到手上 那一公斤的重量實際上 差別還是很明顯的 所以把5533也出掉了 後來就用了這根 好這個 這根結栽就輸到這兒 這個來圖我也用了大概兩個多月吧 呃沒用多久 兩個多月 然後也拍了不少照片 呃說實話它的質量 我覺得至少在我用這兩個多月 三個月吧 沒有出現問題 我覺得質量上還可以 但是呢你要說就是那種長遠的考驗 我不知道 呃我也沒辦法說 因為我只用了兩成個月 呃當然呢 來圖它性價比高 呃質量也 我覺得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我為什麼 不用這根腳架呢 最主要原因還是 不是產品本身啊 呃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它的一個企業文化 呃因為如果你是戶外或者說攝影 玩的稍微深一點的都知道啊 呃來圖呢它和某一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我 在我這集視頻裡也有說啊 和某一個品牌 呃外觀 設計或者說細節甚至 或者說到一些專利吧 都一模一樣 我不太喜歡這種 這種叫什麼呢 這種感覺吧 我不是很喜歡 說實話 說實話 它的質量沒問題 所以我就不會用這根腳架 當然你如果沒有我這些想法說 我不喜歡什麼企業文化啊 那些啊 就無所謂啊 還是推薦購買的 質量沒有問題 就是至少在我這兩個多月 三個月用 而且呢 它的一些設計 因為是完全參照某個品牌嘛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呃OK 就這樣 反正 這根腳架我覺得還是整體來說啊 拋開其他的 只說產品來說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說實話 對於它的價格呢 還是推薦入手的 好 這個三小架 馬曉露啊 其實馬曉露我用過很久啊 當然也不是這根馬曉露啊 我大概14年 馬曉露剛剛出來那個品牌 我就用過馬曉露的那個雲台 腳架我沒用 但腳架後來也有用啊 我只說雲台 因為雲台我用馬曉露的雲台用了兩年多吧 我記得是 而且我還帶馬曉露的雲台去過世界上最冷的地方 那個奧伊米亞康俄羅斯的 14年的時候吧 我記得是 當時零下50度 雲台可以正常工作 反正我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我不知道你的情況啊 反正我只能說我個人的感受 零下50度 應該沒有 零下40幾度啊 因為白天要高一些 零下40幾度 雲台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馬曉露我這個品牌我還是比較熟悉 這個賽爾架呢是廠商剛寄給我的 我還沒有怎麼用過說實話 但是我拿到這個腳架有一周多了吧 我感覺反正它的設計首先和傳統我們傳統的賽爾架有點不同 你看它直接就非常方便 這種 就怎麼說有點像那個 薩拿75 待會兒我會講到 但也不像 但是呢它就是也是這樣快開 就是快開快收 就是一步就到位 非常方便 一步到位 好 但這種設計呢有優點也有缺點啊 好 這個賽爾架 我為什麼說廠商它寄給我 我也答應給它簡單說幾句 並不是專門說啊 就是我覺得它首先重量很輕 我會這個賽爾架我會自己留著 我不會賣掉 重量非常輕 好像不到一公斤 就是你看我就是 真的這個賽爾架太輕了 我很喜歡這種輕的東西 而且承重重量的話還不差 好 而且它這種設計呢它是 雲台和腳架是一體的嘛 好 這種設計呢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呢就是它可以更大的減輕重量 而且你看它的球台是在這裡邊的 它是一體的嘛 一體的在裡邊的 這種呢就 相對來說它更就是 怎麼說 減少灰塵的金屬可以 因為它是在這裡邊嘛 比如說它 你這樣 它是幫扣設計 好 它也是球台 你看就這樣了 就非常方便 好缺點呢就是 你不能更換 自己喜歡的雲台了 當然它這種小型的 我覺得 三角架呢 我也覺得也沒有必要更換雲台 說實話 我覺得反正這種設計呢 我之前沒有用過這種設計 但是我覺得還是比較新穎的 我覺得可以 嘗試一下看它的 賴糙程度怎麼樣啊 反正大家放心啊 在我這裡 因為熟悉我的朋友啊 或者說我的老的粉絲啊 朋友 都知道我使用三角架的環境是什麼 海裡 沙裡 裡裡 土裡 反正各種惡劣的環境 零下零上 反正就是極限環境 如果在我的手裡 都經過質量的檢驗 就是一年吧 一年我們一年為期 在我的手裡 如果一個三角架能用一年 沒有出現問題 我覺得它的質量就OK 沒有問題了 我覺得就過關了 這個絕對不誇張啊 好 這個雲台呢 因為我也沒用多久啊 我大概就講到這裡 最大的優點就是輕 而且因為馬小路我也用過啊 我對這個品牌的質量 還是有一定信心的 雖然說它是國產的啊 順便呢 我在這裡說啊 就像這根奶圖 馬小路 都是國產的 我這個人是屬於 我不分國產 或者說 國外什麼東西 什麼好用就用 我之前好像視頻裡 也有說過吧 是吧 就是我不會自己掏錢去 為了某種情懷 去什麼盲目的去支持一家企業 無論它是國內國外的 我沒有那麼傻 OK 反正我覺得 什麼好用 我就用什麼 因為錢是我自己掙的 我不會去補貼 去支持 盲目的支持 為什麼我會選擇 留下馬小路這根腳架呢 並不是說廠商 它寄給我 廠商寄給我的腳架太多了 我跟大家說 到現在為止 我至少收到十幾根 我有些寄回來 我試了一下 然後我就退回去了 因為它自己本身產品 就有缺陷或者說有問題了 我根本就不會跟大家提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也不是靠瓶器才來做這個頻道 好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生涯架雲苔 我們先說雲苔吧 這個曼幅圖的氮氣雲苔二代 我買的是承重8公斤的那種 12公斤的美滿 因為12公斤它自重 自重其實差不多 但是它那個回彈力度 12公斤的是至少你的 就是攝影機需要有4公斤 不然的話它回彈是不行的 而且我的攝影機 就是送下來S王H 最多加個全龍吧 麥克風或者顯示器 也沒有太重 就算我以後升級了 我也最多會入一個 就是怎麼說 小型的電影機吧 比如說佳人的C200 或者C300 Mk3這種 反正不會太重吧 好然後 就這樣 這個雲苔 8公斤對我來說 完全是戳戳有餘了 而且 這個它是快裝的系列 就是我快裝板 上在這個攝影機上面了 就是它快裝板 直接一下就扣進去了 拆的話就是你拉住保險 然後往這邊一刨 就是這樣 這裡還有個保險 拉住保險 然後把這個 往這邊一按 它就自己就彈出來了 就非常方便 它不是傳統那種 漫幅圖要插進去 那個我覺得就很麻煩 就是設計不是太好 所以它這種設計 我還是挺喜歡的 快拆快取快裝 好 至於這個漫幅圖的雲苔呢 我覺得漫幅圖 就沒有太多說的了 跟捷信一樣 因為這種幾十年 經過了幾十年的時間的認證 因為我覺得任何東西 時間是最好 是檢驗一個產品 最好的東西 說白了就這樣 因為像漫幅圖這種幾十年 經過這麼久 我覺得沒有在質量上 我覺得沒有太多可以擔心的 好 而且它這個就是這些阻力 調整阻力的這些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順手 雖然說我還沒有用 但是我對漫幅圖的東西 肯定我覺得是很有信心的 OK 而且它這個裡面是加了氮氣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具體是什麼黑科技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好用就行 OK 好 我把這個拆下來說一下腳架 好 這個就放在 好這個腳架呢 我買的是 這時候自己買的並不是廠家寄給我的 是這個印記的 TC多少 TC9還是TC7 TC7 TC7 你TC7輕一點 好這個印記呢 我以前沒有用過 所以跟大家說 我不知道它到底怎麼樣 但是呢 因為我長期在美國那邊嘛 我在美國亞馬遜啊 或者那個BHU 上看印記這個腳架賣的還可以吧 而且我看評論呢 這些整體來說沒有太大問題 然後我在西雅圖有個朋友 他也是用的印記 他是TC9好像是 他是拿來架了個家人的C300M3 反正他說沒有太大問題 沒有 就是他也沒用多久 也就用了可能大半年半年吧 我也不太清楚 最多一點 反正他說沒有沒有遇到過問題還好 然後我覺得首先他價格比較合適 這個腳架才一千多塊錢 好像 反正就是不到兩千吧 兩千吧 一千八一千九 反正不到兩千 好 而且他自帶這種球碗 就是水平 你可以調整這個水平嘛 就非常方便 而且他這個下面 他是可以快拆的 這個很方便 我挺喜歡這種設計 好 而且他這個 是這樣設計的 搬開 這種呢 就比那種領的要稍微方便一點 對於我們攝像來說呢 會更友善一些 好 我 現在呢 這個印記 我不說太多 因為我也沒有用過 反正大家排斥那句話 大家放心 在我這裡 如果他能經過質量的考驗 那肯定這個腳架質量 我覺得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這個腳架我覺得現在來看 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有個問題 你看已經暴露了 這個就是 我們國產的一些東西吧 很多東西都有的 你看他這個 這個有個橡膠 這裡這個橡膠 應該是防止 哦 應該是防止這個 進砂的 進灰的 但是你看 他自己就掉出來了 你看 但這個就是小問題啊 這個不是大問題啊 首先是我要說 你看 大家看見 我不知道大家看見沒有 我待會放大 他這個橡膠 你看我剛才明明是套上去的 他自己就掉出來了 這是防止進灰的 肯定是 就是這種小的細節啊 我們國產的 說實話還是 有待加強 這些小的細節 好 本來呢 我買這個 曼幅圖的這個淡漆雲台 我是想用那個 那個薩拿的七五來配 但是呢 我研究了一下薩拿七五 我覺得薩拿七五 並不適合我 大家別聽很多人說 什麼薩拿是 攝像三角架的終點啊 這些 別這樣說 就是沒有所謂的終點不終點 也有終點 就是只能這樣說 在你的領域裡邊有終點 比如說日爽 我待會兒說的 日爽在我戶外領域 那就是終點 無論是攝像還是攝影 那就是終點 沒有什麼可爭辯的 但是薩拿 就是 那比如說薩拿七五 他那個設計非常好 他可以快收快去 那個都知道 我覺得真的那個太棒了 設計 是對於三養架來說 我覺得是有一些革命性的改變 但是呢 那個三養架我為什麼沒買 並不是因為價格 我可以花接近 捷信一倍的價格買一個三養架 但是我為什麼不買薩拿七五 並不是說他貴啊 或者什麼 我這個人 我並不是買貴的 我是說買我自己 就是適合我自己的領域 裡邊最好的 或者說 我經濟範圍承受類最好的吧 至於那個薩拿七五好像八千多 我完全可以承受 但是我為什麼不買 因為他根本就不適合我 因為薩拿七五首先 優點我剛才說了 缺點就是他自重很大 2.9公斤 3公斤的自重 而且自重倒是其次 關鍵是薩拿七五 他的腳管 他是那種寬的 就是太大了 你說我背在戶外 我去徒步 我背那麼大一個三養架 我怎麼背 是吧 或者我叫個挑夫 或者你幫我背 怎麼樣 所以大家買東西 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領域 當然如果你是在 在經常拍小電影啊 拍電影啊 或者說在室內啊 這些 那上拿七五我覺得 或者說劇組啊 劇組那就更不用說了 是吧 那上拿七五我覺得 是最好的選擇 而且還有一個最關鍵的 他沒有辦法 因為像這些腳架 他都可以 比如說像即使像這種啊 他都可以給他領開 直接給他清洗 就是因為像我們這種 經常會清洗腳架 因為砂啊離啊比較多 但是就從他不能 就是自己拆開來清洗 我覺得對戶外來說 我覺得是 不是很友好啊 好 這個這套呢 然後就說到這裡啊 好最後呢 我來說一下日視爽 就是我說的 如果你是戶外 無論你是拍照 或者拍視頻 日視爽 那就是終點 那沒有這個 沒有什麼可以證明的 只要你在戶外攝影 或者攝像這個領域 玩的稍微深一點點 我相信都知道日視爽 這個是我剛買的 還沒有拆開啊 看一下 而且這個很很很這個 很糾結啊 這個日視爽是美國的牌子嗎 然後我不是剛從美國回來嗎 我沒在美國買 我在國內買的 人家國內價格還高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這次我回來 我帶了四個大箱子 我完全裝不下了 完全裝不下了 就是一根腳架都裝不下了 所以我只能現在在國內買 在國內買一個美國製造的 好 我先給大家拆開 再給大家說 OK 好這個是日視爽的最新一代 就是2018年更新的那一個 我買的是一號的日爽架子 和三菱的雲苔 為什麼日爽的三耳架這麼貴 基本上是接近捷信 就是如果說捷信的一號腳架 和它的一號腳架 比價格的話 基本上是一倍 為什麼這麼貴 就是因為 我覺得還是一些細節上的 就是那種微小的手感和設計的差 和結性比 那種微小的手感 還有細節的差距 大的方面就這麼多 好還有就是 日爽它用的這個碳纖維 絕對是這個世界我覺得最好的碳纖維了 我應該是沒有質疑了 可能是那種航天飛機的碳纖維了 因為可以看見 你看它伸開的角度 我從來沒有 你看它基本上是水平的 你就知道它可以 它的那個碳纖維的強度有多大了 我之前用結性的 結性的大概只能到 到這裡吧 結性的只能到這裡 好然後那個來圖 和馬小路大概還要像一點 大概到這裡就不行了 可能高一點點 大概這裡 日爽呢 直接 直接就水平了 基本上是水平了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你就可以知道它這個碳纖維的強度有多大 還有呢就是它的重量 我選擇日爽的 因為我這個日爽它是一號嘛 但是日爽的一號它的管徑 其實是和結性二號角角的管徑 是一樣的 然後承重能力呢也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重量它只有 它的重量 就是管徑和結性二號一樣 但它的重量和結性一號是一樣的 所以就為了那 可能三百克四百克 重量 你就需要付出 比結性一倍貴的價格 這就是為什麼 但是那三百克四百克別小看 那重那三百克四百克 和輕三百克四百克 你提在手裡 特別是長時間徒步 就這麼一點點重量 都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值得你去投入的 好然後至於它的質量呢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可以描述了 因為已經到日爽這種終極 就是沒有什麼比結性還要好的腳架 沒有什麼可以描述的 無論它是設計 或者說手感 還有質量 還是耐操程度 因為我那個日爽五五的 我也已經用過很久了 而且國外的專業攝影師 只要他沒有廣告的話 有廣告都不說 戶外的 基本上 都是日爽 都選擇日爽 這個沒有什麼可以爭辯的 我覺得就這麼多 OK 好我來說一下 這個 我們像這種一萬塊錢的三小架 和我們比如說最常用的大家 一千多的套裝 三小架雲台套裝 到底有什麼分別 我跟大家說一下 當然那種幾百塊錢的套裝 我並不推薦 我強烈不推薦 而且我覺得三小架雲台 加起來 至少你要買一千 一千二到一千五 就是人民幣來說 這種級別的 價格再低 我覺得我不推薦 因為我有危險性比較高 好 如果你是 首先呢 我說就是怎麼說呢 你如果是在城市裡邊 或者說偶爾 比如說像春節啊 中秋啊等等啊 過節 出去玩一下 用一下 郊區用一下 那麼我建議你直接就買一千多塊錢的三小架套裝 就完全夠用了 我覺得買輕便一點 但是也別太輕 就是別太重就行 因為三小架實際上 如果你只是在平地水泥地上用 用的比較多的話 那麼這種一萬塊錢的三小架和一千多的三小架 沒有太大分別 如果說有分別 就是從 就是手感啊 這種手感和設計就是那種細節上的區別 但是質量上 或者說沉重的安全性上 沒有什麼分別 一千多的和這種一萬的 好 但是呢 如果你像我這樣長期在野外 海裡邊 沙裡邊 雪裡邊等等啊 這種非常惡劣的環境裡邊 用 那麼一千多塊錢的三小架雲台 和這種一萬塊錢的 日爽三小架雲台 就是你拿到那種環境去用的話 那個效果就差別非常非常大了 就打比方吧 比如說零下20度 零下30度 零下40度 甚至我最低的溫度 我在零下47度的時候大概拍過 比如說零下 你三小架質量稍微差一點 就有可能啊 而且中獎的機率比較大 就他直接給動住了 你就領不開了 領不開了 你說你等了一天 或者等了兩天 等到好的光線 關鍵時候 最要拍的時候 你說領不開了 動住了 那怎麼說 我知道了 叫錯過一個億是吧 錯過一個億 真的是 錯過一個億 好 還有就是比如說 你要架在海裡邊 架到 比如說你長期這樣億型架三小架 比如說你這個腳管是這樣的 好 這個腳管是正常的 好 然後這個腳管是 好 又是這樣架的 長期這樣億型就是這樣 這種億型架三小架 它就是非常考驗三小架這個碳纖維 我們只說碳纖維 那個女兒就我不說 就是那種強度非常考驗 而且穩定性非常考驗 就是像這些 就是你拿到越糟糕的環境 反正你好的三小架和一千多那種三小架的差別 你就會知道 然後以後呢 好 這三個三小架 剛才這個日爽嘛 還有這個 這個印記配上漫幅圖 印記配上漫幅圖 還有這個馬小路 好 這三個三小架 就是我以後的主力三小架了 我全部都更新了 我為什麼 把捷信三號和日爽五號 我以前的主力三小架 換成這個日爽全套一號和三零的雲苔 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吧 如果我同時攜帶這兩個三小架雲苔 我覺得這個感覺要死了 捷抽這個事 這個我感覺可以練啞鈴了 練啞鈴了 好 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想不起了 就這樣吧 OK 好 拜拜 記得點贊 點贊 然後一鍵三連 有什麼問題 在下方給我留言 YouTube朋友留言 OK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